赌王和红身病重 经高人指点 三姨太陈婉真与四姨太梁安琪曾连办四场喜事 强行为赌王冲洗续命 二月和尤其与蜥蜜领症 三月和超营官宣定婚病与怀孕三个月 四月和超连羽斗肖公开撒狗粮 五月和尤君成功求婚超摩西梦瑶 其精彩程度丝毫不差 当年李嘉诚为王妻盖庄月明朗 强行为自己逆天改命 而这位高人就是于智林 2009年赌王曾撞到头部被送进ICU 何嘉动用所有人脉关系请专家治疗 即便每天花费数千万医药费 可赌王却依旧不省人事 所有人都认为赌王这次命数已尽 正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于智林为何红身重生机后 赌王竟奇迹般痊愈 转眼一晃就是十年 2019年赌王再次病危 每天靠打着86万天价不脑针强行续命 何嘉再次想到于智林拿600万请他出山 效仿诸葛亮点七星灯未堵王续灭 但这次于智林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